大家好,我是美国健康生活的Jane 在过去一周里面 一共七天有的时候每天做四分钟 两个动作的拉伸 有的时候一天能够做八分钟四个动作 这四个动作是用来练出一字马 就是竖着的劈叉 我今天给大家汇报分享一下 看我这一周来的进步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第一个动作是右筒在前 然后左腿在后 这个乘90度脚 然后身体往前压 压一分钟的时间 好,这就开始 不要头低下去 而是应该身体往前去找 这个接近腿 后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读的一些关于拉伸的好处 和应该做的时候的助力事项 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最后 还有20秒 10秒 5秒 好了,到了 到时间了 好,放过来 放过来是 左腿在前 右腿在后面 也要让这个乘90度脚 然后这个脚尖要绷直 开始 我在想象 我的腿拉伸之后 就会线条变得很柔和 比较挺拔 也是我所希望的 这个腿也有一定的拉伸的感觉 希望能够越来越低 还有20秒 还有10秒钟 5秒钟 5秒钟 好了 这个就完成了 好嘞 然后下面一个动作 我待会儿来给大家写名字吧 名字有点记不住了 这个要伸得挺拔一些 这个腿要放平 这样慢慢其实你就能看到 就会变成一个一字码 最终 好,现在开始 这个手 左手举起来 这其实应该是一个瑜伽的姿势 可以再换一换 给自己一定的挑战 希望慢慢地就越来越低了 不要保持 不要太激进 就是容易不保持 平衡了 防止避免受伤 还有30秒 还有15秒 还有10秒 5秒钟 好了 然后放过来 好嘞 这样 感觉这个部分都有拉伸的感觉 还有35秒 30秒 30秒 15秒 5秒 5秒 已经结束了 好 现在就该是第三个动作了 第三个动作 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在前面 然后 再想一想 对 只要是 先撑一下 是这条腿 要卷起来 好嘞 可以开始了 现在感觉 拉到这条 用手拉住脚不那么难了 然后可能应该 直线一些 下压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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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拉一拉 再拉一拉 30秒钟过去了 注意保持呼吸 注意保持呼吸 我知道可能现在看不到我的面部表情 没关系 主要看体型 还有这个腿部拉伸 好了 到时间了 好 然后我换个方向 上这个 好了 就开始了 好了 这样 我觉得这个动作 还真的挺优美的 拉的时候 先让我们它 往身体 这边拉一下 还有 25秒钟 10秒钟 好了 好了 这个 然后就是 最后一个动作 最后一个动作 是躺着 然后腿上上去 这个 两个腿都要 脚尖绷直 然后开始 这个是 一条腿 拉一拉 也是 一边腿 60秒钟 然后 一边腿 一边腿 还有15秒 应该就只剩5秒钟了吧 好了 换一条腿 最后一分钟了 很难想象 能拉到大腿和胸部相处 好像不是很容易 看一下时间 还有23秒 把我上臂还有些酸 有一种带子可以这样拉 估计应该是不错的一个尝试 大概应该还有5秒钟了吧 好了 整理做完了 今天就来尝试一下 看这周 经过练习 可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好 然后换一边 不如右腿在前做得开一些 来压一压 大家好 我是美国健康生活的Chain 刚才我和大家一起做了四个拉伸动作 这个拉伸动作 希望能够让我最终实现做竖着的一字码 我这两天也在研究 做这个拉伸 到底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整体运动中的一部分 在中国的古代文化和医学里面都说 金长一寸 延寿十年 这个到底有哪些科学依据呢 我做了一些调查通过这个叫做up to date 这个是一个医学文献的一个数据库 有些文献说拉伸 不是像是有氧啊无氧这样必须要做 但是呢它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身体的灵活性 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 比如说我们可以要系鞋带 要弯鞋腰来 在地上捡个东西 有的时候呢开车要看后面的 旁边和后面的车都需要转头 人岁数大一些呢灵活性变差 平衡性也变差 这个是造成摔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拉伸有一定的功效 在学习的时候发现这些建议呢 是拉伸训练最好每周做两次 然后每次十分钟 做的时候呢 应该是在你已经做完有氧运动 身体比较暖 然后肌肉也比较热 这个时候做比较容易 而不是早上刚刚起来 还没有做任何活动 那样呢肌肉比较僵硬 容易受伤 所以这点也和我自己的感觉很一致 我是每天呢先热身 然后做这个负重训练 然后最后做这个拉伸的运动 做完之后身上更加轻松 没有那种肌肉绷紧很酸痛的感觉 反而轻轻松松 上下楼拿东西弯腰都很灵活 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建议是说 你做到特定的姿势之后 要在那个姿势保持十到三十秒钟 所以这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是刚才那个四个动作 做到之后呢 保持了每个动作保持了一分钟 我跟着这个视频做 叫做月仪 他说的是做一到两分钟 两分钟对我来说 现在初学者有点困难 所以我就每个动作 每个每侧腿做一分钟 你做的时候要有一种那种拉撑的感觉 而不是很痛的感觉 那样就是很安全 又达到了效果 拉伸也是像有氧训练 和负重训练一样 如果你每天或者是一周 坚持做三到五天 是能够慢慢看到你的成效的 在过去一周我做了五天 我就感觉有效果 每个姿势能够更加稳定 更加协调 而且拉伸的程度 也有明显的改进 所以我刚才录了那个 大概八分多钟的练习吧 以后我每天就跟着那个来做 这样就不用每次老看表 看时间 就会感觉好一些 好了 希望我们都一起锻炼 有负重训练 有肌肉的训练 有平衡的训练 有心肺功能训练 然后再加上一个拉伸训练 也许中国的话 古话还真的是对的 金长一寸 延寿十年哦 好谢谢大家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频道和节目 欢迎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